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村的风俗习惯比城镇保存的好 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农村依然讲究这方面的规矩 以父母在不庆生 这句话出自周理 全句为母在不庆生 父在不留须 母在不庆生在我国民间流传广泛 很多地方直到现在都还有这种说法 不过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 且同一说法也有差异 父在不留须在旧时社会民间有普遍讲究 新社会之后这种风俗基本消失 很少有人提起 也不再有人遵守 有的地方说的是母在不庆生 意思就是只要母亲还在世 哪怕你到了八十岁也不能过生日 只要母亲不在世了才能过生日 这规矩只是对儿子而言 对外家的女儿不用管娘亲 外家女讲究的是看婆婆 婆婆在世不能过生日 而自己的亲娘在世 只要婆婆不在世了就可以过生日 至于父在不留须的说法是一样的 只是对儿子而言 再说 女儿也没有护须 也没有留须还是不留须的问题 有的地方说父母在不庆生 也就是说只要父母任何一个人还在世 哪怕儿子满八十岁也不能过生日 这种说法通常流传于南方的一些农村 按照这种说法 过去民间男子只要父母亲在世 从生下来就不能过生日吗 事实上 民间的风俗并不是这样的 父母亲在世 男子能不能过生日 在年龄划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出生到二十岁 这个年龄段是从出生到成年的阶段 按照民间的说法 男孩过不过生日 他们做不了主 由父母给他们做主 男子在这个年龄段过生日 不能算是对父母的不敬和不孝 事实上 古代小孩子成乎力不高 父母给二十岁以下的男孩子过生日 也算是向人们展示自己养育儿女的成果 希望儿子快快长大成人 在一些农村 男子出生后 有满月酒 百日酒 周岁酒 十岁酒 二十岁酒 都是比较隆重的 平时的小生日 父母也不会忘记让男孩过 科技一大的人家杀鸡宰鸭 隔一块猪肉 全家庆客一番 穷困之家 父母也不忘给生日的人煮几个鸡蛋 也算是一种庆生的方式 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要举行隆重的仪式 行冠礼 也就是男子可以戴上帽子 古代男子二十岁以前只戴头巾 二十岁时行冠礼后才可戴帽子 表示男子已成年 古代把二十岁称肥弱贯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行冠礼的风俗逐渐消失 但在农村 男子二十岁的声势改成 勤酒 勤生 其顷客的规模和气氛 不让于家里的老人庆受 第二阶段男子二十岁以后不寒二十岁 到父母去世以前 很多民间风俗 男子是不能过生日的 同时男子娶妻后 其妻子也是不能过生日的 其中的说法有两种 一是说成年后的男子 只要父母还健在 就永远是孩子 哪怕男子九十岁 只要还有上百岁的父母在 依然还是回人之子 过生日就是对父母的不敬 二是说男子成年的 不能老是想着过生日 如何庆祝自己的生日 而是要回头为自己的父母想想 他们是怎么辛苦把自己生下 又把自己含辛茹苦地奉养成人 过去民间认为这样做就是讲究孝道 否则就是对父母的不敬可不孝 第三阶段 父母去世以后 父母去世以后 家里的妻子 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 男子也从孩子 转变成了家里辈分最高的长辈 这个时候 只要他本人愿意 不管是大生日还是小生日 都可以做了 因为一些地方风俗现实 老人自己不想做 或者老人外出躲生 生日那天到外面出去躲藏 不想让儿子为他们过生日 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与能不能过生日的风俗 没有关系 弄清楚的一些 民间过生日的阶段性风俗 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就不会误解民间的这种传统嫉俗 也就不会因为 母在不敬生这句话 我认为旧时民间 连小孩过生日也不可以 事实上 旧时民间 民众给小孩子过生日 比现在的人还要讲究 只不过生活条件不同 生日的仪式有别而已 现在的小孩子过生日 少不了吃生日蛋糕 唱生日歌 这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 过生日仪式 实际上 我国旧时小孩子过生日 同样是离不开鸡蛋 比如满月酒 百日酒 周岁 家里要把鸡蛋染成红色 叫红皮鸡蛋 通常要送给客人 平时小生日时 父母给儿女煮熟的鸡蛋 也要染成红色以后 才给生日的小孩吃 或者用红线束缚好 早晨挂在生日小孩的脖子上 到了晚上才让小孩吃掉 这也算是中外传统习俗通 过生日都不约而同的 与鸡蛋有关 真是有义曲同工之妙 二 其他一些不能过生日的特定年龄 我国民间 还有一些地方在特定的年龄 有不能过生日的习俗 同时来说 这种习俗不像不晉升的习俗这么普遍 都是一些地域性的习俗 一 男不做三 女不做四 这种习俗在江苏 扬州一带比较讲究 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讲究 这里的三指的是三十岁 四指的是四十岁 也就是说 男子不能做三十岁的生日 女子不能做四十岁的生日 民间的这种地方习俗 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 三十岁和四十岁的年纪不是很大 不应该做生日 二是说 三和散谐音 四和死谐音 认为很不吉利 当然除了这两种说法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民俗说法 二 民间藏年龄的习俗 一些地方因为对某年龄有特殊的忌讳 既不能在这个年龄过生日 也很忌讳提到这个年龄 比如民间俗语中 三十六不提 七十三不出 八十四不讲 百岁要藏 这里所说的三十六岁 七十三岁 八十四岁 百岁 在民间认为是神圣的坎儿 或者是关口 要把年龄数字躲藏起来 在我国地方民族中 这里面有两层意思 一是当有人正值这些年龄时 不能提到这些年龄 比如某人今年三十六岁 只能说是三十五岁或者是三十七岁 或者说是明年三十七岁 二是逢这些年龄不能过生日 要半久也要提前一年半 还有一些地方 有其他的一些忌讳的年龄 如山东的一些地方 男子不过四十一岁 也不能说四十一岁 民间认为四十一房七 有一些地方忌讳过四十五岁生日 认为是一道坎儿 还有一些地方民间认为 人过了六十岁以后 就再也不过生日了 其中的说法是怕惊动阎王爷 对自己不好 如此等等 各地说法还有一些说法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总而知说 什么年龄不能过生日 各地有各地的风俗 各地有各地的说法 现在 一些地方的风俗逐渐改变 不再讲究这些 但有的地方 则依然保留了当地的民俗说法 中国传统的威力学意义非常深远 人的岁数不同 其运势也不同 因此过生日是高调还是悄悄过 也不尽相同 朋友们需要认真研读对待 已经到了六十岁的朋友 更应该谨慎过生日 可以在家悄悄过生日 不可张扬 更不可高调 否则可能从此麻烦更日来 虽然有朋友提前一年过生日 留在五十九岁过六十岁的生日 还是要谨慎为一 过了八十岁的朋友 就可以大张旗鼓过生日 因为通过过生日 能够得到许多正能量 对于兽心可以延年益寿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